關於大埔猛鬼橋的靈異事件 相信大家已經聽過了 但是,關於大埔猛鬼橋的案件 大家又有沒有聽過呢? 大家好,我是鬼異先生 今集講解的是一宗網絡上完全沒有記載的案件 大埔猛鬼橋蟲子月兇殺慘劇 話說,1950年代至1960年 香港大埔猛仔園猛鬼橋發生多宗意外 例如,55年的時候 曾經發生過一堆小學師生在猛鬼橋下避雨 但就遭遇洪水暴發 造成28人死亡的參劇 加上猛鬼橋發生多宗交通意外 所以,政府在1960年就決定 將猛鬼橋改建為新的直路 並且將山坑改為地底大區 希望減少以上意外的慘劇 工程本來打算在1960年10月完成 但之後就延期 到了9月才由聯合建築公司承辦 並且開始工程 這間建築公司請了二三百人去做這單工程 由於人數更多 所以公司在地盤旁建設了工人宿舍 讓工人居住 而本集的主角就正正在這裡住的工人 本集的主角陳廣 32歲,客家人 陳廣有一個30歲的好兄弟 關昌瑜 當時關昌瑜找到門路去到 蟲仔園14米半的地盤擔任泥工 當時香港一窮二白,生活艱難 關昌瑜見到陳廣沒有找到工作 所以就在11月介紹陳廣去到那裡工作 人工雖然不高,日生只有7元 但勝在有公開嘛 陳廣也很感激關昌瑜 兩兄弟感情很好 直到去到那年的冬至 陳廣對關昌瑜介紹工作的舉動非常感激 所以他就打算用自己的方式回饋關昌瑜 1960年12月22日,即是那年的冬至 陳廣為了報答關昌瑜 就帶了關昌瑜去到大埔區動天酒店召妓 並且推介他光顧一個叫眼鏈的妓女 關昌瑜和他那麼老友,當然沒有拒絕 於是就在那個酒店清燒一渡 但之後很快他就發現身體有點不妥 不妥到甚至令他不可以工作 最終要遲去蟲仔園泥區一職 於是他就去看醫生看看自己有什麼問題 誰知一看,他就發現自己患了性病 關昌瑜想回頭 自己最緊的性行為就是陳廣帶他去召妓 並且推薦眼鏈給他 所以他就認定是陳廣間接令他染病 然後關昌瑜當然是去找陳廣 告訴他自己染上性病一事 並且希望陳廣可以負責任向他提供金錢的協助 但陳廣就認為很難證明是阿連傳染給關昌瑜 畢竟關昌瑜可能另外幫襯過其他妓女 而且就算是阿連傳染都不是自己的錯 始終關昌瑜是成滅人 沒有做好安全措施與人無誘 所以陳廣就拒絕提供協助 並且好像以往那樣 以朋友的口吻取笑對方 那麼不小心的 陳廣以很輕鬆的心態去看這件事 但是患病加失業的關昌瑜就不能夠了 他認為陳廣不負責任 恩將仇報 於是就很生氣地離開了 離開之後 關昌瑜的生活就窮困勞到 加上當時教育水平低 關昌瑜如同其他普通基層般 沒有怎麼讀過書 所以他就誤認為自己幻想的是不治之症 在心灰意難下 關昌瑜就曾經在1961年1月 以服飾安眠藥的方式自殺 但不成功 被人救回 被救之後 關昌瑜繼續受疾病、窮困、恐懼的折磨 為了宣示痛苦 關昌瑜就把自己所有的不幸 都歸咎在陳廣身上 每天都埋怨陳廣類他 漸漸的 一個邪惡的念頭 就由此而生了 時間到了1961年3月27日 晚上7時50分 關昌瑜突然回到 蟲仔園的宿舍 其他認識他的工友 見到他回來 就以為他是回來工作 所以沒怎麼理他 但工友沒想到的是 關昌瑜回來 是為了另一個目的而來的 接著去到8點 收工的陳廣 就去到來宿舍廿馬的茶水埗 和同事打了兩棵麻雀 然後買了一個餅和一杯茶做晚餐 吃完之後 大約是8點20分 他就不等同事 自己先走一步回宿舍 和陳廣一起吃東西的同事陳玉 就稍為遲陳廣幾步離去 當陳玉走回宿舍的時候 突然 他見到一個男子低著頭 以非常急速的腳步離開地盤 陳玉只是以為對方有重要事 沒怎麼理他 然後陳玉就上樓梯回宿舍二樓 他一上去 他就突然見到陳廣已立在一部風機上面 滿身腥紅 並且好痛苦地在身飲 陳玉下意識就在問 為什麼你全身都是血的 而陳廣只回答了一句 慣長穴跟我 講完之後陳廣就暈倒了 於是陳玉就立即通知其他人去報警 救護來到現場就立即把陳廣送往大埔賽馬會醫局 而當時大埔賽馬會醫局設備不足 即是做了簡單的急救 就把陳廣送往九龍醫院 但未抵達的時候 陳廣就已經不治 另一方面 警方在現場落出初步後攻之後 就立即派人在附近的公路深山 水道追捷 但並沒有發現 要等到兩天之後 警方才在佐敦發現關窗穴 並且拘捕他 控告他謀殺 被捕之後關窗穴就向警方承認 曾經用刀刺殺陳廣 原因是陳廣帶他縮槍 令他患上性病 但事後就拒絕協助他 並且嘲笑他 而法醫驗屍之後就指死者覆佈有嚴重的刀傷 嚴重到搶捕都呆老 導致失血過多致死 這案件在1961年7月在高院審理 在庭上 多個公有證人都作公子 當晚7點50分 他們見到被告走入宿舍 陳廣就說了上述版本後供 加上被告曾經在被捕之後向警方承認殺人 所以被告殺死死者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被告和辯方都深知這點 所以他們都沒有否認被告殺人 但是呀 他們就指被告是精神病人 在事發的時候被告是生活在幻想當中脫離現實 不知道當時發生的事是對還是錯 和發生什麼事 辯方為了證明這點 就請了施喬雲醫生去作公 他們又說被告在警處下的口供 都是精神病發下所錄的 所以那個口供也是不可信的 面對這個策略 控方也請來忠祖文醫生作證 醫生指他曾經檢驗過被告 當時被告認為死者對他非常之差 摧毀了他人生 所以被告要除死者而後快 忠祖文醫生指 被告可以清楚記起事發事後的情形 並不是精神失常 在聽完雙方的陳詞之後 陪審團就向法官指 因為要再考證被告在警處 陸口供的時候的精神狀況 所以未可以裁決 但是法官就指那個問題並不重要 法官說陪審團只需要考慮兩點 第一就是被告有沒有殺死死者 第二如果有的話 被告當時的精神狀況是否精神病發呢 如果是就應該判無罪 如果不是就應該判有罪 最後 陸南一隊的陪審團 在7月5號 退庭商議了4小時之後 一致裁定 被告謀殺罪名 不成立 法官很離奇地判被告 沒有罪釋放 沒有罪釋放 沒有判處任何醫院令 這案件到這裡正式落幕 大家怎麼看這案件的判決呢 有否認為 是關昌月在事發的時候 是精神病發失常呢 歡迎大家留言分享你的想法 也歡迎大家讚好和分享 最後就做一個不是辯解的辯解吧 一直以來都有很多朋友好關注鬼異的咬字問題 或者鼻音問題 經常叫我多練咬字 希望可以去除鼻音 分清楚N和NG音 但鬼異想說的是 鬼異的咬字問題 很多時候都是出於一個 生理性軟惡的問題 令鬼異不可以完全控制到鼻音 即使鬼異已經完全照了一些咬字的要求 例如將舌頭頂著上牌的目牙 發前鼻音 但依然會聽到好像後鼻音 這是生理性的問題 要做手術才行 所以鬼異也沒有辦法 只可以說一句不好意思 煙污了你的耳朵 如果真的接受不到我的咬字的話 不用這麼爐躁 也不用問候這個問候那樣的 其實可以不聽的 至於願意包容的朋友 就非常感謝你們的包容 多謝 另外 由於Youtube的黃標政策 針對某幾類頻道 包括其案類 令到這類頻道的收入更加微薄 所以鬼異先生開了會員制度 如果大家有閒錢 又想支持鬼異先生 可以加入會員 但這個會員制度 並沒有特別的福利 只是單純支持 當是用15元請小弟喝杯冬飲 或者用30元請小弟吃餐兩送飯 今集就到這裡 歡迎大家留言分享讚好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